錄這個距離剛剛好 是不是 他覺得很好 說你一定要錄 追著他錄吧 那他這些點 寫字都是點來的 但我現在是側風點 為什麼呢 因為我側風的點不太大點 就是要說 那支筆最闊的一條線 最闊的一點就是打橫的一點 他筆有多闊 就去畫到多闊 打橫看著 任你用什麼本事 你說不闊 你越縮到底越不闊 因為它越縮到底 它這裏都管住了 那他說我這裏散開 你一撥就不散開 它就默了 你一撥就拖 所以不要這樣用筆 其實不要用筆 超差的這支筆 這支筆很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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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拿漂亮的 隨便拿一支筆很漂亮的 剛才我寫細字都寫得到 對不對 這樣 那這些點 加這些幼線 所以就是剛才 為什麼有些粗有些幼 這樣在裏面再畫一畫 那些是破墨 這支筆很差的 這樣我們是這些 加上這些破墨 是用來做什麼的呢 這些是書物 寫畫的 寫意畫的書物 其實不要以為 給別人說 告訴你 學字要先學授金看 先學政界 不要給別人說 我們學得來 其實每一道書看 學得到 學識了 都要很多時間 學熟了都要很多時間 其實就算年輕 都已經是大半小的 不要說我們 那我們這些 破墨 破墨 龍破淡 還可以淡破龍 那反過來寫 反過來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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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叫做 淡破龍 反過來 剛才寫了淡 再寫龍 龍破淡 這是默化來的 叫做默 默化 再寫一些 那寫下來 你看 剛才沒有說到 打動 你看打動 你看打動的寫法 這個 它自己會形成的 等於剛才打橫這一筆 一走上去 它自己會形成這個角度 所以有很多筆 你動一動畫一畫 有沒有這些回風 有沒有這些口 比如說石頭 砂石 你有沒有這些回風 你有沒有這些口 就是 我沙了筆 看到這個動作 就是你有沒有這些樹法用筆 看得到背 所以你連貨寫這些書法用筆 雖然不是一樣 那個方法是一樣 看到嗎 是一樣 這個動法 就等於 這個畫法是一樣的 只不過這個是打橫寫的 打動寫 所以畫畫的要求 將書法筆法 是四面八方的 是否很夠理念 是否很夠理念 那這筆呢 可以 正面那筆寫 這筆呢 又是可以 又是可以 一筆先 第二筆 第三筆 第四筆 第五筆 都是一層層寫 練得好 現在兩筆 還有現在寫那麼短 是可以練到這麼長 現場 是否練了很多功夫 那這筆 剛才這筆 又是否這樣 這樣撇 撇了很多 像棉珠這樣撇 其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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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撇了一半之後 那一半和那一半是一樣的 對不對 所以棉珠就算了 不要想 那剛才練那個 這一筆 那 我說這一個可以延長 這筆可以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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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可以轉彎 那就是練到剛剛 蘭花那一筆 就是竹葉的一段一段 一段 這筆可以延長 這樣 這樣 現在分開了 就去看 一連著 起起伏伏 太大安安地練 那就是練了 藍花 這樣 現在 旋時針 再來逆時針 吃完核框 這樣轉 直去 那是不是練了兩個 練了兩個 就 練了兩個 這筆可以延長 這筆可以延長 一定要延長 那麵 練了兩個 兩個 三個幾個 就把這筆 就把這筆 把這筆 變得跌了幾多 現在是差不多大件 是可以 現在有很多人說你新同學未必會睡覺 有多少個啊 這個是三角點 一個是四角點 是不是 這個都是三角點